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快 以防危疫 这些尸体必须马上掩埋 听我的口令 以此为鉴 这边的人都给我去挖坑 这边的人都给我去抬尸体 没听懂吗 去挖坑 拍视频 其他人快就生病 走啊 我不敢 既然来到这里了 敢也得敢 不敢也得敢 我不 你们俩在这儿不忘曾曾干什么 还不快去抬尸体 滚 走啊 走 别怕 只是死人而已 我从来都没见过死人 我最怕的就是死人 你叫什么名字 在家 大家都叫我小铺头 那我做什么 你就跟着我做什么 你为什么不敢看他 是不是很怕 是不是 是 在战场上 只有不怕死的人才能活着 依我的经验 你们当中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 不能活着回家 但 就算是死了 也要死得像个英雄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 这个人 是背后中刀 这说明 他是在逃跑时被敌军杀 死不足惜 这位兄弟 是两侧中刀 说明 他在同时与两名敌人搏杀 是条汉子 这位兄弟 身中复刀 他是流干最后一滴血才倒下的 是你们学习的把命 这位兄弟 这位兄弟 是前凶手刀 他是迎着敌人而杀 纵然死了 也是英雄 最勇敢的士兵 无论是受杀还是战死 他的伤口 永远是在前胸 而不是在后背 因为他永远都在冲锋 而不是在逃跑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在战场上 永远不能让你的背 灭向敌人 面对敌人的刀剑 永远是我们的凶塔 永远是我们的凶塔 有这种章类是帮数 与会中协流 人旅们的凶塔 永远是这种 有这种人的神 继续 敌人 与会 从 与会 这种人 在 莫 我天哪 这 这位大哥好英勇啊 他的眼睛好吓人啊 他一定心有不甘 这位大哥 我叫花胡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这位大哥 我和小葡萄会将你安顿好的 小葡萄 来 来呀 别动 小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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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天天服侍我 有没有觉得我老了 大汗 你怎么会老了呢 你们骗不了我 这几天我明显地感觉 我这身子不如从前壮实了 这精力也明显地不如从前充沛了 看来我真该歇息下来了 这些儿子当中 多伦最像我 他三岁的时候 我就把他抱到马上 马惊了 把他给摔下来 我心疼得不得了 可他倒好 居然躺在草丛中坑坑地直笑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 我这个儿子一定能干成大事 所以这些儿子当中 我对他用心最多 对他期望也最大 可是不知怎么了 最近这段日子 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的勇敢的多伦 难道真的变成了一个胆小鬼了吗 富汗 都是我不好 怎么是你 富汗 是我 莫云 他来多久了 大汗 有一阵子了 你来干什么 我来向富汗赔罪的 多伦啊 决了 陪我出去走走吧 好 丞相 丞相 听说你找我有事 殿下 我们之前定下的靖观其变的策略 现在要改一改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你先看一下 这是大汗身边的人传出来的 傅涵病了 一定是多伦那个臭小子 让他给气的 可汗眩晕病倒 今年已经是第八次了 八次 那我这个当儿子的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可汗不想让人知道 所以每次都是大夫秘密诊治 幸好我安插在大汗身边的人 都会一一并抱怨我 所以每次我都有记载 丞相 我得去看看傅涵 我请你来 不止想告诉你这个消息 是有大事跟你商量 什么大事 你可汗现在的身体 随时会倒下 我们要早做准备 丞相 我都听你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支持 你和魏国打仗吗 是因为魏国 小王挑衅 不止这些 还有什么 如果一旦打仗 你可汗现在的身体 绝对不能帅铺亲政 到时候 他一定会把兵权交出来 如果兵权在你的手里 到那个时候 他想传位于谁 都不用担心 但是 可汗的身体随时会倒下 所以我们必须尽早行动 明日一事 我将以魏国的战事 不能耽误为由 正式提名你为大将军 好 太好了 罗伦 你可知道我为什么 要派你去武凤谷 我要让你看一看 草原之外的世界 有多大多美 征服大漠 征服草原 都不算什么 我们最终的目的 要征服南方的中原 富汗 这也是我一直想与你讨论的 我们一直梦想用武力 去征服中原 其实 还有比武力更强大的力量 是什么 富汗 你们有想过吗 我们的衣食住行 都是源自于中原 就连我们草原的制度 也是来自于中原的 在我们梦想用兵马 征服中原之前 中原的文明 早已经征服我们了 多伦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希望通过改变草原 来获得财富 力量 是 这需要时日 而且更需要一个 安定的环境 而眼下的草原 没有这个条件 卢伦 你可知道 草原现在处在什么位置 这 我们南边是魏国 即便是气候 失为 还有迟乐 你发现什么没有 我知道 我们被其他部族包围着 是啊 现在的草原 暂时还算草原上的强者 周边的国家和部族 不敢轻举妄断 然而 我敢跟你打筒 哪怕柔然有一点闪失 哪怕是一场暴风雪 他们一定会蠢蠢欲动 就像我们惦记着中原的繁华和富庶一样 他们也惦记着我们脚下这块美丽的草原 至于魏国 从道国帝开始 他一直就把日益强大的荣染 视为最大的敌人 不是吗 不然的话 他们为什么要修建长城 为什么要在卧野 在槐朔 在武川 在府明 在柔选 在槐荒 摄军阵 智树族呢 今天的柔染 表面上一片平静 实则 是内忧外患 如果不能抓住拓拔韬新军继位 美国暂时衰败的机会 拓展疆域积累财富 也会像流星一样 短暂灿烂 又瞬间消失 多文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的家门 永远朝着南方 因为征服南方的中原 不仅是我们柔染祖先的梦想 也是我们柔染人 唯一的生存之道 多文 你作为柔染王子 柔染部族的存亡 你亦不容死 多文 我的儿子 你可以为了柔染的 未来而战吗 富汗 我可以毫不犹豫为了柔染而战 但儿臣心中 还有一事放下 你究竟心里还有什么犹豫啊 富汗 儿臣在武凤谷 爱上了一名卫国女子 如果开战了 儿臣与这名女子 以后可能永远不能相见了 多文 你所爱的不是那天下第一秀女 已经来到柔染的西海公主吗 阴差阳错 来到柔染的西海公主 恰好不是儿臣心中 所爱慕的那名女子 多文 等你征服了天下 什么女人得不到啊 富汗 在儿臣心中 唯一钟爱的女子 就是花木兰 花木兰 是 富汗 能否再给儿臣 几天的时间 你想怎样 我要亲自去趟武凤谷 将花木兰带回柔染 我就可以毫无牵挂地 带兵出征 好吧 我答应你 谢富汗 儿臣马上就去 去吧 开放了 诸位 我叫御池公 是御池床的床主 在魏国军营里 我们御池床 是杀敌最多的床 也是伤亡最重的床 对于一个士兵来说 加入御池床 是不幸的 但也是最大的光荣 刚才柔染人来袭击 第一个站出了抵抗的 就是我们御池床 为此 我们折损了 二十多名兄弟 我跟你们新兵营的长官 已经说好了 这御池床缺少人手 就从你们新兵当中 选拔补充 有种的 愿意加入御池床的 给我站出来 愿意加入御池床的 出列 魏国军营里有一句话 加入御池床 就是九死一生 你难道不怕吗 不怕 我爹 爷爷 叔叔 伯伯都是英雄 我也当英雄 当英雄就不怕死 好样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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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恩吉 你们收到 床主 那我呢 御池床不是什么人 想加入就能加入的 像你这样的 还差着远呢 可不怕死 你能取下这支剑 就准你进御池床 好 哈 哈 爹 爹 好样的 你不要命了 床主你说过 在战场上永远不能背向敌人 对着敌人刀剑的 永远是我们的胸口 好样的花胡 他们都说些什么 听不大清楚 不过说完之后 老可汗的表情十分轻松 而且多伦马上骑马 离开了可汗王庭 带了多少人离开 他自己走的 一个人都没带 一个人 会不会 可汗交代了什么命令任务 给多伦呢 很难说 大汗 我刚刚接到消息 魏国已经开始向边境增兵 让他们增吧 大汗 臣已经将我们的军队集结完毕 大汗 军不可一日无率 大将军的人选 请大汗 请大汗早做定夺 以我之见 最合适的大将军人选 还是多伦 这就太好了 大汗 请你下令 让多伦马上上任 还有一些军务 臣正要与他交接 可是多伦现在不再柔然 都这个时候了 他去哪里了 他去了魏国 魏国 为什么 多伦说 他要去五分谷 找一个叫花木兰的女子 他答应我 只要找到这个花木兰 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战斗 花木兰 你这是在胡闹啊 这打仗是男人的事 你一个女孩子来干嘛呀 是啊 你听我的 赶紧回五分谷去吧 我既然来了 而且进来预知床 我怎么能回去 我不当逃兵 当逃兵还算好的 你说你这样 上了战场 那不就是个累赘吗 要么自己死 要么害我们大虎一块死 我不会成为你们的累赘的 这可是你自己 急往死路上走 我可不管你 铁匠 柱子 我肯定是要在这预知床 待下去了 还请你们俩 一定替我保密啊 你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说出去的 花木 在五分谷的时候 都是你照顾我 现在在军营里 就该我照顾你了 行了 我可以不说 不过 你可别只帮我照顾你 我不用你照顾 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这枪子谁呢 这兵法 有兵法 当兵的 带那么多书干嘛 是你的吧 把这些书都给我扔了 这些书不能扔 这些都是兵书 说不定以后打仗的时候 用得着呢 我们这些当兵的 打仗用的是剑和马 这些都是将军们用的东西 那说不定以后 我们大家谁能当上将军呢 当将军 就凭你 做梦吧 赶紧给我扔啊 不要扔不要扔 这些都是我的书 来得正好原来是你的 自己给我扔了 这可都是宝贝 什么宝贝 打起仗来 这都是雷锐 你这就不懂了 有了这些兵书啊 我们不仅可以克敌制胜 还能以一当时一少胜多 还能御敌于千里之外 决胜在毫离之间 什么毫离之间 打仗就是杀人 这些书能杀人吗 谁说打仗只是杀人了 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行了 别废话了 我只问你 你能带着这些书刑军吗 能 能 好 来 你若一手拿着这只鸽 一手拎着这箱子 我就答应你留下这些书 来啊 不知天高地厚 我现在是不行 以后一定行 以后 你瞧你们一个个的熊样 我看这辈子都不行 我看这不就有一个形的吗 好 如果你愿意帮他拎箱子 那就留下吧 他愿意 多谢壮士解围 多谢保全 不用谢我 我什么忙都没有帮上 这箱子里面有多少本书 一共四十八本 那给我四十八个馒头 什么 一个馒头 一本书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你 你 你长得堂堂正正的 怎么能有这样的小人言行呢 你这没道理啊 这穷居配与修己座右边中说了 擅索当为 休贪福报 你这不明目张胆的索要报酬吗 我哪去找那么多馒头啊 谢先生 别闹了 别闹了 大家听我宣动军规 卫令者 斩 通敌者 斩 临阵脱桃者 斩 妖眼祸重者 斩 邪女子进军营者 斩 知他人罪过 知情不报者 斩 私自外出者 斩 犯购军罪者 斩 这些金亏 大家都要牢牢记住 我去这个 我睡这儿了 我睡这儿了 到里面吧 那边那边 花火 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 这什么呀 你干嘛动我东西啊 我又不认识你 你这人真讨厌 我跪 Kansas 我 SOLO 绝对你 我拥肯定 我边说 本こと而规定 那边 过头 是 但整于 你 你 我看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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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对不起 华爷 我已经尽力了 但两军交战牵涉太多 不是我能够左右的 看来是我忘了 你们柔软人 从来都是出尔反尔 华爷 如果我是出尔反尔之人 我又何必回到这里呢 你来无风谷 是来劝祥的 还是来讨伐的 多了 王子 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心思了 我话虎虽然老了 可是骨头还硬 华爷 我没有带一兵一族 我也没有带任何武器 华爷 木兰在哪儿 我要见她 你见不到她 为什么 也问你是柔软人 我是来带她走的 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要带她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多伦 你听着 木兰现在身处险境 九死一生 造成这一切的 就是你和你的富汗 华爷 木兰他到底在哪儿 我求你告诉我 华爷 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你 滚出我家 滚出我们魏国 强盗 骗子 滚 末将 真的是你啊 紫蘇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来找木兰的 他人在哪儿 木兰姐 他出远门了 都走了好几天了 那他去哪了 不知道 走的时候他跟我说要出一趟远门 可能一段时间不会回来 还拜托我照顾花爷和瞎婆婆 至于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跟我说 那还有谁知道呢 不知道 五分谷的人都不知道 哎 末将 你说穆兰姐会不会去找你了 找我 她上哪儿找我 柔然啊 她上哪儿找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凤谷再也不是原来的五凤谷了 八爷 八爷 遍地狼烟起桑麻尽凋零 我才离开五凤谷多久啊 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四愁之路断了 再也没有客商 来五凤谷买货 没人来买货 连饭都吃不饱 但凡身强力壮的桑农 残农 织工 冉将 几乎都出征上战场了 你说这五凤谷 能不变一二吗 八爷 你知道木兰现在在哪吗 八爷 你是不是知道木兰的下落 你专程来找木兰的 是 你不用找他了 他不会回来了 为什么 木兰 木兰是不是出事了 八爷 你告诉我 木兰是不是出事了 他在烽火深处 刀剑之中 铁蹄之下 八爷 八爷 烽火深处刀剑之中 铁蹄之下 木兰 你到底在哪儿 曾相 你不是说 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要禀报吗 那到底是什么事啊 是 大纳 你说 大汗 五凤谷那个花木兰 她是个妖女 什么 妖女 大汗 我敢断定 如果再让多伦 见到这个花木兰 那我们在她身上下的苦心 就会富足流水 不会吧 那多伦答应我 要全力以赴的去打仗啊 大汗 多伦已被那花木兰 施下了魔法 他一系列的表现证明 他爸对你的承诺 完全忘了 丞相 马上传我命 派一队人马 务必将多伦给我带回来 是 大汗 可是我现在担心的 不是多伦殿下 那丞相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的是 多伦再次被花木兰所蛊惑 让他在战与河之间 犹豫不决 敌我不分 那对我们柔然 才是灭顶之灾 是啊 这才是当务之急啊 大汗 我有个建议 这大将军的人选 暂时有无题担任 等多伦回到王庭 带起头脑清醒 意志坚定之后 再把兵权交给他 大汗 意下如何 也好 存下 这么做更加稳妥 好